紧接上期,我们继续来盘点下历代准神 欢迎来到你旧的宝可梦时代大盘点 喜欢我的内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巨金怪,宝可梦宝石版准神之一 宝石版是系列首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出现双准神的情况 分别给到了天王和冠军的王牌 它是所有准神中,唯一和龙元素八杆子都打不到一点关系的 它的进化链是铁亚铃,金属怪,巨金怪 造型上虽然类似飞碟或螃蟹 但实际上,原型更多参考了超级计算机 在设定上,它的每一次进化都是由两个上一级形态组合而成 两只铁亚铃组合成金属怪,两只金属怪组合成巨金怪 因此,巨金怪拥有了四个大脑,并构成了复杂的神经网络 运算能力甚至超越了超级计算机 迈克巨金怪依然沿用了组合的设定 为一只巨金怪加一只金属怪加两只铁亚铃 据说,它会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通过强大的运算能力判断局势 若自己无法胜利,就会开启大爆炸的倒计时 嘿嘿,它如果赢不了,你也别想跑得掉 动画方面,它是本世代冠军大无的王牌宝可梦 属性为刚加超能 在XY的特别片中,大无的异色巨金怪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 在Mega前,哪怕处在逆属性的劣势中 它照样弹开了喷火龙的攻击 在Mega后,甚至一度可以和原始盖欧卡打得有来有去 竟显准身攻犯 艾兰手里也有一只巨金怪 未进化前,就打败过小智的鹰波龙 在决赛中,上来也以很大优势压制皮卡丘 但最终和巴基拉斯一样,被皮卡丘逆转翻盘了 而在当时代的动画中,巨金怪自然也有过登场 对战卡的开拓通脑莉拉就拥有一只巨金怪 在两次对战中,它战胜过小智的皮卡丘和龙虾小兵 最终在与肯塔罗的对战中,以平局结束了战斗 总的来说,巨金怪的每次登场都展现了不俗的能力 那么它的实力真如动画中表现的那般强大吗? 能力方面,它最亮眼的是属性 刚加超能的组合,共存在十个抗性 包含一个毒属性的完全免疫 有四个弱点,其中不存在四倍弱点 能力分配上,输出主要走物攻 耐久三维中,物防突出 其余两项也不差 搭配优秀的属性,耐久能力那是相当的好 特性横径之躯,可以避免能力的下降 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特性 它的属性,特性,以及分配所决定的打法 都和未来的封面神,索尔加里欧类似 所以索尔加里欧也被叫做大巨金怪 而Mega后的巨金怪分配得更加合理了 速度大幅上升 耐久能力各提升二十点 双攻各提升十点 这些能力的提升基本都是用得到的 特性也变为硬爪 使接触类招式的伤害提升百分之三十 它的很多招式都能触发 进一步加大了它的进攻力度 而提升后的速度又能超越一大票宝可梦 简单来说就是 更快,更硬,更强 猎咬陆沙 宝可梦,珍珠钻石版准神 虽然是地面属性的宝可梦 但据说它很擅长飞行 外形也酷似一台喷射式飞机 它的进化列为 圆陆沙,尖牙陆沙,猎咬陆沙 圆形主要参考的是鲨鱼 最终进化型与现实中的双击沙 有很明显的共同特征 设定上它和暴飞龙属于速敌关系 常常因为抢夺食物而与其展开空中战 性格也没比暴飞龙好到哪里去 它尖锐的翅膀会在高速行动中产生空气刃 将周围的树木尽数砍断 凭借着极快的行动力 被它钉上的猎物也很难逃出生天 还有一个设定可能是参考了其原型的特点 鲨鱼会冲进鱼群中饱餐一顿 它也会冲进鸟群中大快朵鱼 动画方面作为第四代的准身 它也成为了第四代冠军竹篮的王牌宝可梦 自小与竹篮一同长大 有很深的羁绊 在竹篮的精心培育下 猎咬陆沙成长为了王者级宝可梦 在多次与顶级训练家四天王的对战中 大放异彩 它的首次登场是在神奥联盟的冠军赛上 对战四天王悟松的青铜钟 对面好歹也是四天王的王牌宝可梦 它竟然正面硬吃下了青铜钟的攻击 然后用终极冲击掀翻了青铜钟 帮助竹篮为免了冠军的宝座 而神奥四天王大业也曾向竹篮发起过挑战 凭借着王牌炼猴 击败了竹篮的两只宝可梦 但最终依然败于猎咬陆沙之手 竹篮在黑白片中也对阵过合众四天王加德利亚 只不过这场战斗属于表演赛性质 猎咬陆沙依旧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在时间结束前 两人的招式对冲绽放成了绚烂的烟花 为这场表演赛画上了耀眼的句号 这猎咬陆沙都快成四天王专业打手了 而游戏里呢 竹篮的猎咬陆沙一度是玩家们成为冠军前的一个大坎 更确切地说 竹篮的整个队伍都是一个大坎 能力方面 猎咬陆沙的种族分配比较合理 速度102 虽然谈不上快 但属于刚好卡线不浪费 超越一大群100速的宝可梦 在九个准神里也能排到第二 仅次于第八世代的多龙巴鲁托 他的物攻与特攻的差距达到了50 不走双刀也不会觉得可惜 龙家地面的属性组合 虽然只有四个抗性 但也只存在三个弱点 不过他特别怕兵 是的 准神再度写踢四倍弱点 但是呢 由于弱点不多 耐久三维也算不错 致使这只很能打的准神 也很耐打 他好的速度 强大的武功 不错的耐久 都指向着一个强化招式 龙武 他可真的太适合龙武了 要说哪里不合适的话 只有一点 他学不会 一般高武功的宝可梦五盲石 很多会选择地震这招 而对于他来说 地震不仅有高打击面 同时还拥有本系加成 而另一个龙本的打击面 同样很广 光靠这两个本系招式 就覆盖了98%加的宝可梦 如果再配上一个活属性的招式 那烈奥露莎 就能实现打击无盲点了 说到他最尴尬的地方 还不是不会龙武 而是 麦格 他 麦了个尴尬 麦格后所提升的100点种族值 40点分配给了不太用的特工 40点给到了重要的攻击 20点提升给物防 10点提升给特防 诶 那不是加了110点了吗 没关系 速度扣掉10点好了 喂喂 你清醒一点 速度那是可以扣的吗 你本来就卡在线上的 不过麦格后输出力度是有提升的 除了增加的种族之外 特性也从杀银转为杀之力 前者在杀暴天气下 可以提升闪避率 而后者在杀暴天气下 可以提升岩刚地面属性招式的威力 至于他的梦特性 粗糙皮肤 可以使他受到接触类招式时 反伤给对面 有用 但不至于成为影响其强度的好用 三手恶龙 宝可梦黑白板准身 老实说 进化前非主流的发型 进化后双手四头的设定 初剑时 让我掉了不少三只 时间久了 诶 反倒越看越顺眼了 斜帅斜帅的 他的进化链是 单手龙 双手暴龙 三手恶龙 整个进化链 都是龙家恶属性 在第六世代妖精属性登场后 他洗贴了妖精这个四倍弱点 还因此和新子一部 组成了一对奇怪的CP 在造型的设计上 他们一家可谓一波三折 最初这座团队想要设计一个 以战车为原型的宝可梦 后来因为重稿不满意 这个想法就暂时搁置起来了 不过还是遗留了一些蛛丝马迹 你看 双手暴龙腹部的花纹 就存在着坦克履带的痕迹 后来 在设计新角色的时候 团队拿到了二段进化 强力 龙属性等关键词 思来想去 觉得之前的这个想法 很契合嘛 于是扒了出来 在设计的过程中 又加了点其他元素 逐渐开始往 八旗大蛇的方向走 但又觉得头太多 会引发不适 于是缩紧成三个头 加六个翅膀 说到这三个头 其实也参考了 日本著名怪兽基多拉 就是哥斯拉的那个素敌 不过与基多拉不同的是 三手恶龙 只有中间的手是有大脑的 其余两个都是 长得像手的手 但其退化型双手暴龙 两个头都是有大脑的 而且这两个头关系不好 所以在设定上 也没给他安排什么素敌 因为他自己 就是自己的素敌 我恨我自己 动画方面 黑白之代 和前几个世代还不太一样 之前的几座 一周目的最终boss 都是该地区的联盟冠军 所以准神会安排成 冠军的王牌 或者是四天王的王牌 但在黑白决战的时候 大反派奎奇斯乱入 形象上 又邪恶又强大的三手恶龙 正是作为了他的王牌出场 虽然这个组合非常合适 但奎奇斯毕竟是反派 在动画里的出场 也基本围绕着神兽 这就间接导致了 他的三手恶龙 没啥合适的机会登场 而游戏到了黑白二时 晋升为冠军的爱丽丝 队伍里其实也有三手恶龙 但在动画里 同样没有登场过 不过爱丽丝 回到龙之箱时 帮助过一只 因为进化 而狂躁不安的三手恶龙 解决了其成长上的心理问题 勉强让他当了个场 除此以外 在黑白片中 热血少年虎彻 也拥有一只三手恶龙 总算给了他一点机会 来表现战斗 在合众地区的联盟大会上 他作为虎彻 引以为豪的秘密武器登场 上来就连续击败了 小智的地蔓延和水水塔 最后在与吵吵猪的抗洪中 因属性烈士而失败 差点把小智移穿三 能力方面 他的分配 在准神里 就属于比较尴尬的那种了 先说速度 上个世代的烈咬路沙 速度为102 正好卡过100只根大线 而他的速度为98 正好卡在够不着的位置 这么分配 是在干嘛 两个人凑个整吗 他的两弓差距不大 打法比较多变 最常见的还是特弓项 本身特弓种族之更高 戴上讲究眼镜 或讲究围巾 直接配四弓 看人下菜 进行输出 或者学轨迹 一次提升两段特弓 再次扩大自身的优势 龙恶的打击面本就不错 剩下一个位置 骨盲的选择也有很多 属性上 龙加恶的组合 有7个抗性 其中包含一个 超能属性的完全免疫 由于三手恶龙 有漂浮的特性 所以又额外多了一个 地面属性的完全免疫 说起来 这个特性和他的设定 也有很大关系 在设定上 三手恶龙只有尾巴 没有脚 所以他一直都是 保持着飞行状态的 漂浮特性 那是给的相当恰当啊 至于弱点方面 他也不少 共有5个 同时继承了 准神界的优良传统 他也有个4倍弱点 妖精属性 虽然作为准神来说 他的种族值基础优秀 但耐久三维 均未过百 速度也卡在尴尬的线上 还有个4倍弱点 所以在准神中 他并不那么的出彩 好了 这期的盘点就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将来介绍 剩下的三只准神 年美龙 正伟林甲龙 和多龙巴鲁托 我是米舅 下期见